判官后,温家宝乘车前往机场回国,沿途受到平壤市民家道欢送。 朝鲜内阁总理金英日等到机场为温家宝送行,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,军乐队奏朝中两国国歌。 温家宝在金英日陪同下,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,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,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太福,内阁副总理卢斗哲等朝鲜党政领导人,中国驻朝鲜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,在朝中资机构华侨留学生代表和朝鲜各界群众也到机场送行。